各位,在我前面來講,你們看到了,是一道炒粉絲 但這道粉絲不是普通的粉絲,另外有一個名字叫做炒長丸 在圍村菜裡面,是一道可歌可歌的一道菜 為什麼這樣說呢?以往已故的名美食家江苑珠女士 對這道菜來講,可以說推崇備致 你想炒得這道菜好,其實也有些困難在這裏 不是普普通通的,為什麼呢? 在浸品絲那裏,我們不是普通用水去炒的 而是用湯去浸,這種做法叫做冷胃 是將粉絲,將湯入味,然後才是炒 炒出來,粉絲變得有味道 因為湯本身是有火腿,有肉食在這裏 吸一味之後,已經不需要加味,已經有味了 為什麼會有這道菜呢?原本又是怎樣的呢? 原本這道菜是鄉下人,一道是道別,或者是戰行 或者跟人接風的菜來的 以往呢,在鄉下地方,到了小孩子 尤其是不是大孩子,是小孩子,二孩子,生孩子 到了16歲的時候,就會買一張人頭紙 就是差不多簽個Visa 跟著那些小叔伯,同村的兄弟 那些就去外國去賺錢 臨走的時候,家人就會去天水為一旦 就撿些蜆,把蜆熬了些蜆湯 加點胡椒,加點薑,因為蜆是濕熱的 跟著呢,在山貝河,用爛的蚊帳布去撿些銀蝦 那兩樣東西呢,就一起去炒 首先呢,把那些粉絲,把蜆湯浸在蜆湯裡 讓它吸收了那些味道 而銀蝦來講呢,就將它離在那個鍋裡,烘乾它 那麽多東西不用,要用蜆和銀蝦呢 留守家園的兒子,就代表那隻蜆了 就是說蜆呢,你不撿走它呢 它永遠都留守在家園裡面,看著那個鄉下的 照顧著那些父母的 而銀蝦呢,它有個特性,就是飄洋過海 由淡水裡面,流到出後海灣,鹹水裡面呢 它不會死的,它會生長下來,成為白蝦仔 但是有天呢,我可以說,它還會回歸的 就是會留到那個河口那裡,去散春的 那就是好像一個實情那樣 那個鄉下仔,去到別人的地方 不會被別人淘汰 有天呢,還會回到家裡,跟那隻蜆去匯合的 雖然大家就是蝦,銀蝦和蜆,大家天國一方 大家大眼雞了七八十天 而且呢,這次出去外面的時候呢 起碼都是十幾二十才回來的了 那大廈比之間的感情呢 就好像粉絲炒完了之後 你幫著我,我幫著你 最後來說呢,還要加些雞蛋下去,就是血濃於水的意思的 各位,雖然會炒粉絲,但是呢,炒得好吃 而且它的意義呢,是相當重大 所以為什麼炒粉絲又叫它炒長丸呢 它的意義呢,就在這裏了 我以為是一個相當偉大的宣送 這個就是炒長丸了 炒得好吃,不是容易的 又要乾身,又要有味道 你看 你看